海外华裔妈妈心中是否有一个疑问 可以用自己小时候学习中文的方法来教自己的孩子吗 自己小时候学中文的方法又与海外孩子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和小五老师一起来探讨吧 首先是教材的选择上 很多华裔父母认为自己小时候学习的教材 覆盖的知识点非常前面 干脆直接拿不编本教材可以学着学习中文 然而这对海外的华裔孩子来说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以及学习中文的目的 都与在国内不同 直接拿不编本教材学习会让孩子觉得难度很大 更容易产生厌学心理 因此使用国内教材反而容易和巧成多 其次很多华人父母认为在家多说中文就够了 这个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家长可以在家多说中文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但凭借父母的经验去教学对于孩子来说并不系统 因为父母没有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 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 以及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法 会让孩子学习中文的效率大快得寇 也会磨灭孩子学习中文的信心 因此不难看出 用自己小时候的学习经验去教海外孩子并不可取 华裔家庭都需要选择专业的中文课程 京东方比林中文的课程 也非常适合海外的孩子学习 教育无小事 选对了是学习 选错了是游戏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文学习的干货和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